分手之后还能不能 就是再见面的话 你觉得就如果还喜欢的话 见面还能不能再复合 你好八卦 人家俩的事 你总是 他就等着那一刻呢 是吗 反正电影里面的内容呢 我是肯定不能说的 得等大家去电影里面看 但现实当中我是觉得 两个人如果有缘分的话 那他就断不了 两个人要是没有缘分的话 你再见也没什么用 对不对 那我们相信这个电影 在28号上映之后呢 那我相信我们搜狐视频 关注楼的朋友们 也都会去电影院支持 大家可以把看到这部电影 你的感想感受 然后一些想说的话 都可以通过搜狐视频 关注楼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来跟文文进行一个分享 然后大家可以来交流 你看过这部片子之后的 自己的最真实的一个感想 好呀 所以这部片在9月28日 会在全国正式上映 大家到时候会不会去支持 会 谢谢 一定要去看 那我们也想知道 这个文文比如说你要是当播主的话 你会偏向自己做哪一类的分享 我自己的话肯定是音乐向的内容会多一些 然后我平时在看大家的一些作品的时候 会偏向于比如说一些弹唱啊 然后创作类 原创类的啊 或者翻唱类的 我会多看一些 还是更加想看这种音乐类的 对音乐类的 对我来讲比较感兴趣 那今天呢其实有请文文要给我们宣布的第一批播主呢 他们都是活跃在音乐娱乐和影视综艺领域的优秀的播主 很多都是前任的粉丝啊 也想知道了这一次的主题曲也是有演唱啊 能不能把这首歌也给大家稍稍的透露一下 这次的主题曲叫做何必啊 也是再次我跟唐天老师一起 他做次我做曲的这样的一首歌 也是在9月28号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就可以听到了 所以期待一下 相信这肯定又会是一个爆款 我们一起来期待好不好